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班公湖有三分之二是中国境内 还有另外三分之一在应战克什米尔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新藏县有多么荒凉 我们现在在西藏阿里日土县 要到达新疆喀什叶城县的话 需要走九百多公里 这九百多公里中间再没有其他县城 你说班哥在这冰上能划多少次呀 过来 看看这三个 怎么样 冰上还可以吧 现在这个季节晒着太阳真的一点都不冷 但是早晨晚上风特别大的时候 那就不一样了 就是完全是两个体感 过来 过来 来了 来了 快点班哥过来 四月过来 四月头都不回家 这也是夏天来体验不到的 夏天在班公河的湖边有特别多的蚊虫 冬天全都是干干净净的 天空也很纯净 不行不行 拿着那么快就吃呢 拿掉 拿掉 快点 拿掉 你的力气好大啊 你的力气好大啊 我的力气太大了 我来 坐 你要忍耸一点 我们来玩个游戏 来剪磨牙棒的游戏怎么样 来 失误了 失误了游戏拿过来 走 那里 前面 前面 去找 在那里 在这里 游戏 游戏看下这啥 这里 你握倒了 过来 我觉得我们可以在冰上来吃个火锅 可以 我们有底料吗 有白菜吗 有底料没有菜 就是啊 那我们得去买 买了我们去下一个冰湖上吃火锅怎么样 好 来 班哥 快点 来 三 二 一 在那边 那边 那里 那里 班哥能听得懂 你看 傻了 傻了 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坐一天 坐到晚上起风的时候 我们就回车上躲着去 是不是啊 来 给你 来 班哥 准备好了没 我给你点的就给你吃了 东西 吃叶快 吃叶快 好吃吗 班哥 怎么样 有没有那种甘甜 这家伙在这吃冰 待会儿回去花点水 我们车上也是全都是冰 都没有叶菜水了 待会儿回去画一下 看看这个 在这晒太阳了 我们在湖上来一个合照怎么样 那班哥露了他的狗头过来 然后他露了整个身体过来 赶紧过来 班哥 你俩赶紧回来了 起风了 你俩赶紧回来了 你俩赶紧回来了 看见后面的阳光了吗 这个真的是洒下来的阳光 旅行就应该这样 不急不躁 我们在这儿已经待了一下午了 等待整天最漂亮的时候 怎么躺下了 他怎么就躺下了 班公府还有最后一缕阳光 送上今日份的日照金山 小叉滴滴 班哥四月 提前祝大家春节快乐 太阳落山之后 这个气温那可是直线下降呀 而且现在又开始起风了 走 我们也要准备回车上去了 回到我们并不是很温暖的小窝里边 我们现在出发去日土县城 去购买一些物资 再去看一下能不能把我们的柴暖修好 现在没有柴暖 晚上车内都是零下十多度 就还是挺冷的 今天晚上我们还想去吃下葬餐 不知道开门没有啊 可能川菜走了 葬餐应该还在是吧 走 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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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